2005年1月 有群众举报 在陕西省铜关县税村的一片农田深处 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 有被盗痕迹 并且道洞直径 近有一米宽 深不见底 好古人员接到消息 迅速赶到现场 根据道洞的大小来看 这一座墓葬的规模可不小 初步发觉发现 这是一座形质异常复杂的 甲字形高级大墓 根据墓葬规模推测 墓主人视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 并且种种迹象 将墓主人身份指向了隋朝太子杨勇 然而规模如此豪华的墓葬 真的会是交涉引逸 贬为数人的隋朝废太子杨勇之墓吗 没有文字记载的神秘墓葬 这座高级大墓里面 究竟暗藏着什么选迹 深不见底的道洞 让人倍感失望 然而接下来的发觉中 专家发现 墓葬里面 却没有深入背道痕迹 那么 这座墓葬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 来揭晓它的神秘面上 睡村 位于铜关县城 西北部的黄土台园 墓葬现场 东北四公里外 是渭河与黄河的交汇处 然而眼前的墓葬 属于何人 哪个年代 专家查遍了资料 却一无所获 士族和曹操 渡成 铜关道 师胜渡府 曾对铜关 给予了无限的赞叹 铜关 其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 他成为古时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演义中 曹操割须气袍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 混乱的南北朝时期 诸多割据势力垂眼关中 铜关城下 满城厮杀 然而 朱伯燕 萧帝也须 自送以后 关中地区 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满城萧烟散去 铜关 成为了无数达官显贵的埋葬之地 木叶确金 而闻名天下的四肢先生 杨振 其家族墓葬 就在距离水村三千米处的黄河岸边 自古以来 一般有地位的人死后 都会埋葬在黄河岸边 借黄河之气滋养龙气 然而人们并不晓得 黄土台原顶上的水村 竟然也有让盗墓贼觊觎的古代大墓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座高级大墓 坐落在偏僻的山沟 墓主人生前 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了揭开这一系列谜团 专家从深不见底的盗洞进入大探 洞内危机四伏 随时都有他方的危险 盗洞定位准确 直达墓顶 深达十几米深 直接打破了墓室砖器的穷龙顶 大规模的盗洞 让考古人员的心凉了一截 利益熏心的盗墓贼 在金钱的驱使下 练就了一身盗墓功夫 这让考古人员对墓中的文物 一步抱期待 然而那接下来所见的一幕 却深深吸引了考古人员 只见墓室顶部 布满繁星 美轮美幻 这美丽的星空图 重新激起了考古人员的发掘热情 而这也意味着这是一座高级墓葬 根据墓葬规模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 这是一座唐代早期的大墓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 是因为这座大墓 是一座圆形墓室 直径六米左右 这种行政的墓室在陕西极为罕见 从建造角度来看 圆形墓葬难度更大 具有圣唐时期的气度 如果这真的是圣唐时期的达官显贵之墓 为什么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呢 考古人员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发现 墓室里竟有四米多高的淤泥 把整个墓室底部都填满了 砖式墓葬结构再完整 泥土也会随地下水寻吸而入 但能堆积四米高 说明墓室早期就有一处较大的缺损 显然在历史阶段 这座墓葬就已经遭到了盗墓人的光顾 而后期进行倒扰的盗墓贼 在看到这番景象后 也选择另寻挖掘线路 并且可能只盗走了 咏道的石门和墓指名之类的文物 那么这层堆积如山的淤土里 会不会有着重要文物呢 墓葬性质如何 墓主人是谁 种种疑问都需要另寻线索 考古人员决定 对墓葬增加人力保护墓葬 并到税村走访村民 很快他们便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一位董姓村民告诉考古人员 那座大墓是他们董家的王爷墓 然而据史料记载 尽管武则天的五周证券结束后 唐朝也分封了不少异性王 但是姓董的王爷却没有文字记载 难道墓中的王爷并不信懂 就在考古对迷惘之际 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 通过接连树日的发掘 整个水村大墓的平面图 已经浮现在眼前了 这是一座典型的假字型墓葬 坐北朝南 令人意外的是 整个墓葬的长度竟然高达63.8米 一般来说 中型唐墓的长度一般在30米左右 然而这座墓葬的长度 竟是唐墓的一倍之多 掌握了墓到开口的位置后 通过横向发掘深沟 考古队员发现墓葬的宽度 竟然也达到了2.36米 而墓葬越宽 规格也就越大 普通墓葬的宽度 大概在1米至1米2 经过发掘的唐代墓葬族 只有义德太子墓 张怀太子墓等 寥寥无底的墓葬的宽度 超过了水村大墓 这足以说明 水村大墓的主人 是一位高官显贵 随着考古的进行 出现了更令人惊讶的发现 六个天井赫然呈现在众人面前 按照唐朝的墓葬等级 六个天井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唐代一品官员 并且其身份 只低于一般的太子和公主 正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 在清理墓道两旁的石壁时 考古人员发现厚厚的白灰墙 而这说明着 石壁上极有可能存在着壁画 而壁画正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活动 如果真的有壁画 那么就墓主人身份的揭开不远了 考古人员立刻忙碌了起来 随着壁画清理工作的结束 一个个巨幅的图案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根据画中人物的装备 及服饰判断 这是一幅仪仗图 仪仗图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前活动 也是墓室壁画中最常见的分类 仅在东侧的壁画上 就绘制了七组 共四十六个人物 第一组壁画的人物手中 拿着一把步兵长弓 长度大概在1.2米至2米之间 长弓没有挂弦 表明了这是一番和平的景象 从第二组开始 人物数量开始激增 一直到第五组 都是八个人一组 而且每个小组都有领队 领队的手里拿着护板 说明墓主人身份十分高贵 护板又称朝板 是古代大臣上殿免军时的工具 这说明这些领队都有着上殿免军的官员身份 在壁画的末端的最后一组画中 考古人员有了一项重大发现 画中呈现了一个造型考究的兵器架 被众人严格守护着 架子上插着九柄大戟 戟是一种古代兵器 最早是用来杀敌的 三国演狱中 吕布等不少武将使用的都是这种兵器 他以原门射戟的连故 平息了一场战争 随着历水的推移 戟演变成了遗状器具 唐代是用劣籍等制度 来彰显贵族和官员的能及 唐六典中详细记载了劣籍制度 而三平以上的官员才会有劣籍 那么睡村大墓的主人 究竟具有什么爵位或品级呢 壁画显示 劣籍十八杆 东西两侧各九杆 古时皇家宫殿及达官贵人家门口的劣籍 也是两侧 那么按照唐代文献的记载 这是东宫门口的劣籍 而东宫是太子的居所 这样一来 睡村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太子 这个结果超乎了此前所有人的预料 如果墓主人真的是唐朝的某位太子 怎么会葬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呢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皇室有着极其奢华的灵情 葬在这里显然不符合常理 为此专家们翻遍史书 发现唐朝的太子墓数量有限 而且都已记载 根本没有所谓的太子被额外的葬于此处 正在大家困惑之时 专家重新对天井进行了研究 天井墓出现于魏锦南北朝后期 原本只是关隆地区的一种状俗 到了西魏北周时期 天井墓开始向其他地区发展 隋唐两代创始人都出自关隆豪族 并继承了不少北周文化 天井也正式成为一种藏俗 并且具有稳固墓葬的作用 隋唐一统天下 为了彰显身份 墓葬形制逐渐复杂 天井的数量的增多 可以增加施工的简易度 考虑到天井的由来 专家推测 墓村大墓的年代 可能比出唐更早 为了寻找真相 墓室的清理工作继续开展 令人惊喜的是 移出墓室里 发现了一个壁刊 通过清理 从中相继出土了 多达219件珍贵文物 其中包含大量的陶俑 这些陶俑 应该是隋朝的制品 这座睡村大墓 严格意义上来讲 应该是一座隋朝大墓 只不过因为隋朝历史太短 被人误以为是唐朝的 顺着这个线索 考古人员重新查阅史料 最终发现 大墓的年代应该在隋朝 隋朝定督大新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隋朝时真正在位的三个太子 分别是杨勇 杨广和杨赵 而我们再熟悉不过的 就是隋杨帝杨广了 金航大运河的开通者 就是隋杨帝 杨勇是隋文帝杨建的大太子 然而他不思进去 交涉隐义 隋文帝于是费杨勇为庶人 该立杨广为太子 最后一位杨赵 据史书记载 是杨广的嫡子 杨广在位时 封他为太子 史书清晰地记载了 杨广的墓葬在杨州 那么很显然 睡村大墓的主人 就在杨勇和杨赵之间 然而规格如此豪华的墓葬 会是废太子杨勇之墓吗 室内出土的墓主人 遗骨我们挺专业的 体制燃力学家 做了您的鉴定 年龄和更别的鉴定 看历史没有记载杨勇 具体死亡的时间 年龄是多少 但是根据他的经历来看 他确实在 他去世的时候 可能就是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 这么一个年龄段 那么杨昭呢 他是杨勇的晚一辈人 他的年龄 他死亡的年龄 是二十多岁 最终 专家通过对墓主人的骨骼 进行分析 发现属于墓主人年龄 在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 最终 专家们确定睡村大墓的真正主人 正是千年前 隋朝第一任太子杨勇 杨勇被父亲隋文帝废除太子之位 之后便从历史中消失了 至此 睡村大墓的神秘面纱 最终揭开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会